首相纳杜斯里安华表示 我国今年首两个月的贸易额 达到了将近4500亿令吉 同比增长了8.3% 我们今早就请来了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简荣博士 为我们梳理贸易额的数据 简荣早上好 美玲早 首先要请你先谈谈 你怎么看这两个月的贸易的数据呢 当然首相所提到的 4000亿的贸易量 不管是出口这块大概就是2300多亿 然后进口的在头两个月的数额 就大概2100多亿 那么这头两个月 就今年首两个月的贸易数额 当然比起去年的 这个同期的整个贸易价值 都要有所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在网身再看一看 可能这个真实的数据 就可能这个讯号又更复杂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相说的是这个贸易价值 但是贸易价值其实是考量了这个 进出口的价格 还有进出口的这个量 就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说 到底不管是我们的这个 马来西亚厂商的这个出口 进出口的这个能力 或者是整体国际市场 对于大马这个进出口的这个量的这个需求 那我觉得说看这个出口量 我觉得这个可能标准会更 这个讯号会更好一些 所以如果纯粹就是看这个进出口量的话 那可能你会发现说 几乎在马来西亚的所有的相关出口的这个行业 除了制成品以外 那从可能这个运输设备到机械 到原材料的原产料的这个出口 再到这个化学产品的这个出口 其实不管是年对年的增长 还是月对月的增长 其实都出现了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 如果你相较的是我们所谓的环比 就是月对月的这个萎缩 可能要高达9%的这个萎缩 如果是年对年 就是同比它其实要萎缩了 大概5%左右 所以它其实某种程度上预示说 这个整体的全球国际这个环境 尤其是对于比较中上游的 这一些产品的需求 其实还是相当的这个不好 就相当的这个不确定性 其实还相对的非常高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的是这个制成品 就是说它服务的是这个消费端的话 那这个可能讯号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正面一点的 因为今年首两个月的 对于马来西亚制成品出口的这个需求 其实都是处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就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说也许在消费端的这个环节 就是说就国际消费者市场这个需求 也许开始出现回温的这样一个局势 虽然说中上游的这个出口的挑战 其实还是蛮大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现在我们面对到的 一个出口市场的一个局势 当然我们可能我想说就是 对于今天首两个月的表现 可能我们还不需要孤独解读 因为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 尤其是在下半年 可能就是当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循环 开始出现 然后全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 开始就是冒陷的时候 尤其是欧洲经济 然后包括跟中国经济的动力 更强大的时候 那我觉得说也许整体的这个 进出口表现会更好 好 刚才你有提到有一些挑战 还是蛮大的 那如果我国要让贸易而进一步增长的话 那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想因为我们谈的就是 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进出口 其实谈的就是这个国际局势 所以对于整个国际的贸易的格局也好 或者局势也好 其实说老实的 政府能够做的事情也真的实在是不多 但是即便是如此 但我会觉得说可能有些很重要的点 哪怕你在就这个贸易的循环上 你可能没有办法做的太多 但就整体的我们的贸易的格局 跟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潜力 那我觉得可能政府能够做的事情 还是挺多的 那比如说继续招商引资 比如说打造一个更好的投资 跟这个经商的环境 比如说在现在我们可能最近常会听到的 因为这个中美科技战 然后因为这个芯片整个的版图的这个移动 然后马来西亚可能会在从中 然后得到一些可能更好的这个契机 我觉得如何把握这些契机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中长远 马来西亚的这个贸易而来说 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 好的 谢谢金融带来的筋辟分析 谢谢你 谢谢